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此相遇可以 说真正的领袖 展开拳门之后 雄心向天下发布 谁先入关谁称王的声明 将羽手握重兵 自然胸有成竹 但是令人意外的是 将羽遭到了秦军的奋力抵抗 而他忙着对付秦军的时候 刘邦已经从另一道路进入了关中 并且不费力气就拿下了咸阳 还和城中百姓来了个约法三章 项羽感到时非常气愤 觉得刘邦太不实抬拳 就决定灭掉他 可是项羽的叔父项伯 为了救自己的救命恩人 就跑去通知了张良 而且张良自然也是转头告诉了刘邦 与之这才引出鸿门宴 刘邦带着六个人去给项羽赔罪 解释自己并无称王之心 大家都知道 相遇这个人自是甚高 看见刘邦这么低姿态 自然也就没将其放在眼里 于是就打消了杀刘邦的心 范曾多次暗示项羽动手 项羽都无动于衷 于是刘邦借此机会 带着其中五个人偷偷流走了 那么刘下的那个人是谁呢 他的下场又如何呢 其实刘下的这个人就是张良 张良留了下来向项羽赔罪 还将此行携带了众多礼物作为赔礼 项羽更觉自己无敌 于是就放张良里去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